欢迎收封农会果宴大西瓜开源采收 但这两年周逢的疫情 宅配订单却是暴增 收封箱农会总干事就指出 端午节即将到来 可能又会重现去年宅配塞车的窘境 不论是采购蔬果或礼盒 农会则是特别的建议 最好都能够提前预购 收封箱农会果宴大西瓜 种植在洁净的沙利地河床上 成长初期施以秋莹肥制作的 益生菌维生物防治法在重生产 西瓜品质绝佳且又友善土地环境 让消费者更能安心食用 因为数量有限 每年开源采收 很快销售一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客户 都是一样用摘配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开源之前的这个订单量 大概在八千多颗左右 市场这个西瓜的量变少了以后 我们西瓜反而变得比较抢手 依照我们今天采大概一千三百颗 大概在七至八天应该会结束 所以速度很 我们处理的速度很快 所以想要定西瓜的手脚要快 不然就要等明年 农会总干事黄启祥表示 收风箱农会首创在大西瓜上盖上流水编号身份证号码等同于每一颗果宴大西瓜都是由农会挂保证 今年又通过农粮署产销履历认证 让购买者可以溯源产地 透过双重保障 确保消费者权益 避免消费者埋到榆木混住的山寨瓜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